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每个月一次的 威斯康辛州的房地产销售数据的解说时间 今天讲的是2019年10月份的销售数据 另外说一下这一周的热线咨询的内容是没有了 因为这一周的内容主要是跟代理相关的 可能大家作为买家或者卖家并不感兴趣 我就不给大家讲了 首先说一下脑袋上这个东西呢 这些红的是拔罐的印记 希望大家能关注咱们中华医学博大精深 这个印字基本上是劳累加上天气 以及为了我的客户发愁造成的 并没有大碍 好这个文件就是2019年10月份 由WRA发布的威斯康辛州房地产交易数据 WRA呢就是这个威斯康辛 realtors association 这是整个州的数据啊 今年的10月份和去年的10月份对比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销售的数量呢 基本上没有啥变化 然后中位数 房价中位数从去年的18万2500 涨到了今年10月份的19万5900 涨幅是7.3% 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涨幅 然后新上市的这个listing 新出来的房子呢 增长了2.5%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卖的多的话这个房价就能稍微降一降 目前正在卖的这个房子 还是比去年相比要少了很多 降低了5.9% 这个按月份来算的这个库存 略有小幅下降啊 从4.7个月减到了4.6个月 这个库存的意思就是 目前市面上所有的房子 按照目前的卖的速度 会在4.7啊4.6个月内卖掉 4个多月呢还是基本上比较平衡啊 如果三四个月呢 那就是对卖家非常有利 七八个月呢就对买家非常的有利 然后这个在一个房子在市面上 平均要待多长时间啊 去年是10月份96天 现在变成91天 你要卖一个房子 大概你三个月左右 能把它卖掉 因为这个91呢是个平均数 所以中位数的话会比91小很多 等会我会详细给大家算一算 这个days on market 然后房价的可负担指数 由去年的203涨到了今年的205 这个数字越大 表明人们越能够负担得起 相对于买家的收入啊 房价没有增长啊 反而小幅跌了一点点 这个具体这个200多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假定这个数如果是100的话 威斯康辛州的收入的中位数的家庭 他们正正好好可以负担得起房价中位数 这个情况下就是100 200的意思呢就是收入中位数的家庭 他正正好好可以负担得起房价中位数的200% 所以这个数越大 表明买家的购买能力越强 很多朋友就问了啊 你是不是在用这数据蒙我们呢啊 房价涨了7.3%啊 为什么还负担的更容易负担了啊 主要我个人认为是有三个情况 一个是物价在上涨啊 通货膨胀 所以房价肯定要涨一点 第二个是呢 居民的收入水平增长了 他更有钱了 第三个呢 是贷款的利率下降了 利率下降了大概1%左右 所以这样综合下来呢 房价虽然涨了很多 相对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啊 相对人们的可负担的能力 房价反而是下跌的 那这个右边的是 1月份到10月份的这个数据啊 我就不讲了啊 那么看看下面这个表 这个表说的是不同价位的房子 他卖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主要的区别就是 他在市面上卖的速度 可以看到便宜的房子 肯定是卖的快啊 像这个10多万不到20万的房子啊 3.6个月就平均就卖掉了 但是你要卖个50多万的80万 那可能你卖个一年才能卖掉 下面这个表呢 是不同的区域啊 你说这个大城市 还有这个小的城区 还有乡村 越人口越密集的地方 房价房子卖的速度越快啊 所以它的库存就会越少 3.8的意思就是 3.8个月 这些在城市里卖的房子就卖掉了 7.8就是说在农村的地区呢 市面上的房子要7.8个月才能卖掉 才能卖光 这当然是整体上来讲 还是比去年要卖的更快一点了 然后下面的是 看看这个具体每一个 郡的数据啊 咱们在Dane County Dane County的房价的中位数啊 去年10月是27万3 今年10月份涨到29万5 涨了8.1% 这个销售的数量 去年是10月份677 今年这个暴跌12.6% 592 卖价太少 所以买的时候 就很容易发生房价上涨的事情 但是这个库存的月份数呢 没有变化 3.5个月 比较偏向于卖价的市场 卖价很有力 很容易卖掉 这个房子在市面上的平均能待的天数 也下降了6天 总体上来讲 Madison地区还是卖价占很大优势的一个市场 底下的数据呢 就是从1月份到10月份的今年的整体的情况啊 基本上就代表了今年的情况了啊 去年的1月份到10月份呢 房价的中位数279,900 今年涨到了296,000 涨了5.8% 这个销售数量呢 是略有下降 所以整体来看啊 Dane County啊 主要是Madison周围这个区域啊 房价就是还是在继续上涨 供给还是略显不足 所以对于买价来讲呢 你趁着冬天来买啊 是比较能够讲到好价钱的一个机会 要等到明年春天呢 虽然你可以选的房子更多 但是你可能讲不到 刚才的数据呢 比较的笼统 而且主要是威斯康辛州的数据 我把这个Madison 去周围几个小村子啊 小镇子的数据整理一下啊 给大家看一看 包括的区域是Madison Fitchburg Varona 还有Wanake De Forest San Prairie Cortage Group Monona 这些周围的小镇子 都包括在里头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具体的数据 这个是House 就是这个房租栋的房子 它在19年10月份 卖掉的这些房价的分布景 整体上来讲 20多万到30多万 这个区域 这四个柱子是主力 大部分的销售的房子的房价 在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范围之内呢 就是卖家卖的也很多 买家买的也很多 所以有的朋友老说 为什么30多万的房子 感觉它不止30多万 他说对不起这个价钱 因为他卖的很多 买的人更多 所以经常会有这个 一价的现象 那如果你要买个 这个五六十万的房子 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少的 这种情况下呢 卖的人当然也不好卖 买的人呢 他还反而能够奖奖价 越贵的房子呢 卖的速度越慢 奖价的幅度反而越大 这就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概率的问题 这张图呢 是说的房子的销售的速度 横坐标是这个房子在市面市场上呆的天数 天数越短 表明他卖掉的越快 纵坐标呢 是卖掉的个数 10月份呢 一共是342个房子卖掉了 可以看到这 甚至有30多个是上市当天就卖掉了 这个柱子啊 然后0到10天卖掉的是168个房子 这个大概是一半啊 其实现在这个速度已经比春天的时候慢很多了 春天的时候大概一个星期内就有一半的房子卖掉了 现在是10天能卖掉一半的房子 然后这个30天之内卖掉的是248个 大部分的房子会在30天内卖掉 卖家来讲啊 如果你的房子30天内还没卖掉啊 那你就得想想办法了啊 不能让他干放在市场上 好下面一个图啊 这个饼状图啊 就说的是卖房子的时候 有没有买家相互竞争的现象 如果是no 就是没有买家抢 只有一个人写了offer 如果是yes 那就是不止一个买家写了offer 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只有20%的房子是有多个买家抢 80%是没有人抢 大家买房子要小心一点啊 因为很多时候你自己的买家的代理经常也会蒙你 就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啊 他买房子的时候 他的代理就跟他说这个房子有什么15个offer 你可以算算这个概率啊 15offer 我没仔细算的 我猜测按照这个概率按这个比例的话 你可能从秦始皇的时候 你开始每天写个offer 你写到今天可能你都碰不到这个有15offer的现象啊 下面这张图呢是说的最终的成交价啊 和成交价和最开始卖家的要价的这个比例 横坐标是个百分数啊 如果是百分之百 就是说卖家要了多少钱 最终成交价就是多少钱啊 高于百分之百呢 就是这个买家还多掏了一点钱啊 但当然大部分情况下 买家总是能够砍下来一点价钱的 就所以就百分之九十几这个分布是比较多的 可以看到呢还是百分之百就是原价 这个附近卖掉房子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当然呢你也可以看到也有很多房子 降价的幅度还是挺大的 比如95%以下其实是挺多的 大概有三分之一卖到了这个95%以下 这些呢就是Madison地区10月份这个house的情况 我们看看这condo的情况 condo的销量要小很多 我们看看这个价格的分布 大部分的condo呢是在10多万啊到20万上下 所以呢condo还是明显要便宜一些 贵的condo呢也有啊 30多万40多万都有 这个看买家的需求 然后一共10月份呢卖了118个condo 53个是在头10天卖掉的 我们看到这个分布就更加的分散一些 头30天卖掉的就是百分之可能60多 三分之二是在30天之内卖掉的 这个数据呢就比春天的时候好看多了啊 春天的时候这个黄色的柱子都会非常的高 然后这个有没有买家竞争啊 只有18.64%是有买家竞争 绝大多数是没有买家竞争的 然后这个房价的最终成交价和卖家要价的比例啊 一样啊还是这个原价卖掉的占的最高 然后其他呢就降个百分之二三 总体来看呢就是现在的市场比春天的时候呢 还是偏向于买家的 现在买家基本还能还还价啊 还能挑一挑选一选 大家要注意呢 这些数据呢是10月份过户的房子 所以实际的谈判呢 大概是发生在8月份 8月前后 所以这个数据呢 其实是大概有一个半月或者两个月的一个滞后的 好了啊 10月份的销售数据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希望大家对这个市场有个更好的了解 还是那句话啊 如果想买房的朋友 冬天是个很好的捡便宜的机会 那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如果还没有订阅频道啊 请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 就在下面留言啊 我会尽量回答 或者是你有什么想知道的一些知识 我可以专门准备一下 做一个节目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